美國軍方表示在三年內會將女性派遣到戰鬥崗位上 事前女性被排除在這些崗位之外 來自美國軍方所有四個軍種的官員 星期二聚集在國防部五角大樓宣布改變禁止女性獲得20萬個職位有關規定的時間表 開會的一名五角大樓高級官員貝勒說 這項宣布是一個里程碑 五角大樓的目標是確保美國軍事任務由最具有能力的人完成而不考慮他們的性別 美軍高級將領薩考利克表示 妨礙女性尋求進入特種部隊的主要原因是文化、社會及行為方面的擔憂 而不是體能方面的擔憂 今日特種作戰人員的關鍵質素是機敏 英明將軍說 依靠萬力成為戰爭英雄的難保時代已經結束 千萬不要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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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吉思維 火星期五角大樓